沐导师 我 我 赢了 好 下去休息吧 仔细回忆你刚才战斗时的每一点每一滴 是 居然会输 班长 接下来两场都不能输 我来吧 行 你是肉身实宠 这一战 你一定不能输 没问题 刚才那一战 是我们九十八班让着你们的 接下来 谁来送死 灵芷 上场 莫大师 我 哪那么多废话 让你上就上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灵芷 我看你还能忍到什么时候 没想到今天灵家私生子居然敢上场 怎么 你娘不再是灵家婢女 变成灵家大夫人了 你闭嘴 你看看你们初级酒班 主导师是私生子 连学员差不多也是私生子 哦不对 你连职 连私生子都不如 让我闭嘴 你不听 小白脸生气了 好强的劲动 有意思 老子 就骂你是私生子 就骂你娘是妓女毕了 怎么样 我们前层长 可以闭嘴了吗 三场两胜 温芳 你还有什么不服气的吗 没说是三局两胜了 五局三胜 这才是第二局 好啊 五局三胜 第三场 目封行 你来 这一场 我一定要讨回面子 哦 急封拳 你连职 班长 那么高兴干嘛 我来酒班 不是为了培养几个天才 而是为了让你们每个人 都是天才 灵液 清洗经脉 发髓炼骨 若是能够结合一些药材 凝炼成丹药 学员们服用下去的效果 会更好 火炉草 库本配员 清炼药骨 自入经脉 不知道沐云那小子怎么样了 成了 大老 来来来 尝一颗我炼制的七窍通灵丹 你个臭小子